假的 但是我们借助他 感谢他 但是他总有一天 会生病会死掉 所以你要谢谢他 然后下辈子 你直接去极乐世界 然后呢 趁远再来 像我下辈子都计划好了 我要投胎去哪里 我绝对打死不结婚了 但是不结婚 讲了说得到吗 那你这辈子就要 死亡之前的死亡 要断除欲望 而且要发这个愿 发这个愿 绝对 我如果再去谈男女恋爱 就下无间地狱 你要敢发 然后用你的慈悸 跟你的愿力 就把自己的这些 负面的消除掉 所以 然后你对每一个众生 只有平等的爱 然后你要这样发愿 所以各位一定要在家里 摆一尊你喜欢的佛像 相片也可以 相片也可以 像我很喜欢摆这一尊 看一下 那么我不动如来 为什么我喜欢拜他 看一下 无称大悲 诸元不动 你怎么勾引他 他都如如不动 你怎么伤害他 他都不会生气 他永远保持悲心 所以 他的世界叫 妙喜世界 他可以让所有众生 现在就很欢喜 所以你念他的名字来 南无不动如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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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马上你的称恨心 不快乐就不见了 那些最痛苦的 自杀的 被砍死的 被强奸死亡的 就可以超度 那进一步各位去读他的经典 或是念他的咒语 但至少各位念 南无不动如来 然后呢 为了要超度 堕胎胎儿 你只要看到人家怀孕 你就要念他的名字 然后呢 怀孕的妈妈 不会生病 生出来的小孩 很健康漂亮 所有的阳光 都会变佛光 因为 这个太阳光越大 那个鬼道的皮肤啊 就像波瘤酸一样的痛苦 所以你马上念 不动如来 把阳光 观想成蓝色的 他们一照下去 清凉 超度 不会痛苦 所以 很伟大 好 所以希望大家 真实的 能够念一下 卑至双运 奥马尼伯美乎 一心念佛 法菩提心 往生净土 趁愿再来 普度众生 把生命规划 还没结婚呢 不见得要结婚 离婚了 高兴高兴 但是不要再跳下 苦海无边 苦海无边 所以 因为 但是也不是说各位要去离婚 你要把你先生当阿弥陀佛 那你不是活在极乐世界吗 你把你太太当观音菩萨 那你不是充满爱吗 你把你儿子当文殊菩萨 他那么笨 因为他那么笨 你才会聪明 他是文殊菩萨来的 他都不笑 那你才会笑 所以各位 一切都是祝愿 因为每个人 有每个人的夜报 透过这个夜报改变你自己 但是不要去批评对方 不要去怪罪对方 那你就懂得用因缘来修行 打开生命电视台 就是打开您的心 打开您的心 就让我们心中的佛陀 呈现出来 把爱 慈悲 平等 清静的智慧 愿各位常常打开生命电视台 打开您的菩提心 也期望各位多 护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名生命文化基金会 海涛法师红法行程 9月27号至10月17号 印度红法行程 10月2号星期一 印度 晚上心灵讲座 上师与弟子的佛学交流 10月3号星期二 炼贤劫千佛 持战处罪一千节 印度 晚上心灵讲座 上师与弟子的佛学交流 10月6号星期五 瑟拉节四 上午9点半 印度白杜姆长寿法会 上午10点半 海涛法师开示 下午 下午 烟贤劫集放生法会 10月7号星期六 念观世音菩萨 地藏菩萨 旨摘除罪九十节 印度 龙德寺全天法会 10月10号星期二 上午 印度 十轮金刚大塔 落成典礼 下午 参访大爱道 比丘尼四 集烟贡 10月11号星期三 燃灯古佛圣诞 广泽尊王千秋 地藏菩萨书圣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成一亿倍 印度 铁丘仁波切四月法会 敬邀十方大德 踊跃前往参加 阿弥陀佛 生命电视金门慈悲金社 举办2017慈爱金门 两岸祈福消灾超见之旅 恭请海涛法师主法 日期 11月3号星期五 下午2点半 心灵讲座记护生 地点金门文化局 地址 金门县金城镇环岛北路 一段66号 11月4号星期六 上午8点半 举办八关灾戒 11月5号星期日 下午1点半 点灯沟水 继大蒙山慈悲诗时法会 地点金湖综合体育馆 地址 金门县金湖镇市 孝路5号 点了电话 082326651 082326651 法会被免费消灾 超见牌位 供大众填写 9月5号星期五 5号星期五 11月5号星期五 写大蒙山慈悲诗时法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起 必有落 没有人能够永久占据相同的位阶 所有的聚合 注定以分离为收场 在某个时刻 十万人聚集在一起 但几个小时之后 他们解散 生命是短暂的 出生 无可避免地皆以死亡为终结 可曾有过任何一个生命 逃离死亡 某个人在累积了巨大财富之后 或许会心满意足地回顾自己的成就 并骄傲地想着 我是一个富有的人 然而 他也可能如此深刻反思 那些财富 有哪些 有多少 是靠着谎言 欺骗 牺牲他人的利益 而获取来的 长远来看 这些负面行为 只会招致痛苦 只要是以诚实正当的方法 来获制财富 勇之于正途 那么财富本身 并不邪恶 财富 可以疏难解困 可以供养三宝 可以自助僧团 以及帮助那些 需要帮助的人 那些因善心人士资助 而受益的人 不可贪婪 因把领受的财物 仅仅用于修行 使者与受者双方 都应离于执着 把财产 视为在梦中 获得的虚幻礼物 从究竟的观点来看 财富本身 不具有真实的存在 同样的 你透过不失 所获得的功德 也不具实体 也不是真实的 但是 他仍然能够带领你 真至成佛 成佛的一个面向 即是离于 对所有现象的执着 然而 一旦你被贪欲 控制支配 你的双手 就会被贪欲细服 你的心 就会被贪欲封闭 不但无法不失 甚至连目睹 他人 慷慨不失 也会令自己痛苦 这种态度 制造了 投身恶鬼道的因缘 在恶鬼道的众生 无时无刻 不受饥渴的煎熬 强烈的执着 甚至会使我们 落入地狱道 承受剧烈痛苦 在佛陀注释期间 一个拥有一只 美丽托波的 比丘过世了 由于这个比丘 对托波 具有强烈的执着 因此 甚至在遗体 被焚化前 就投身为一条毒蛇 这条毒蛇一出生 就盘卷在托波内 对所有接近的人 发出威吓的 嘶嘶声 这件事 传到了佛陀尔中 佛陀说明了 那条蛇的来由 然后 佛陀用真言 规劝毒蛇 弃绝恶念 结果 那条毒蛇 历时离开托波 逃入森林 然而 毒蛇的执着 与称恨 仍然十分强烈 以至于火焰 从他口中冒出 他死了以后 即刻投身 炎火地狱 在同一刹那 佛藏比丘的材堆 被点燃了 于是 同时有三把火 毒蛇口中之火 地狱之火 佛藏材堆之火 燃烧着 人们替那个不幸的比丘 取了一个绰号 燃三 在早晨 供养水贡石子 于傍晚 供养烹煮食物的炊烟 可以疏解 恶鬼道众生的 饥渴俱苦 尤其 当我们用大悲心 来做这些供养的时候 效果更大 爱和了无执着 是真正的 慷慨不失的基础 我们应该慷慨大方 尽可能地不失给那些 急需帮助的人